灰色的4RAN车头被撞到凹了 伤者一度陷入昏迷 涉事的司机之后被警察带上警车调查 这个68岁的4RAN司机在星期四清晨近6点的时候 远着压佳佬街向九龙城方向行驶 驾到去嘉道里道交界的时候 一个67岁姓马的阿伯突然在车头的左边跳出来 司机收制不及把他撞到 警员和救活员接报来到现场 受伤的阿伯经急救后回复知觉 之后被送到伊丽莎巴医院作准一步治理 经初步调查 警方怀疑意外原因 和有人不医照交通灯号过马路有关